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法菜很贵 我觉得钱肯定都是花在了设计上面 今天家店是不是开完菜品之后 就有一种想要买单的冲动 啊 谁会有这样的冲动啊 好吧 感觉自己逐渐变成了个经分博主 今天我们来到了京都试探店 这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城市 那自然也要吃一些比较有逼格的餐厅 又到吃法餐的日子 家店日网评分3.9 还算比较高 非常的高雅 但是一想到一会儿要做日文听听就非常难过 从来就没有听懂过 好 第一个钱菜是 这个应该算前菜吧 面包 我们用剥了包的吃法 切开这往里面塞黄油 其实还可以 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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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钱菜是鲶鱼奶油汤 鲶鱼在哪儿 它其实是把鲶鱼连的内脏 碾碎压成块切片之后炖上来 单吃那个鲶鱼特别苦 但是你揪着那个奶油汤一块吃 就还是有点苦 并没有压住鲶鱼的那个苦味 还好下一道菜就很厉害了 太好看了 我想这个应该称得上是艺术品的 为刚才的菜 这个菜的构成有点复杂 它是取了扇背肉中间的那个部分 然后切成了两片 中间再夹着玉米跟鱼肉 这就是大海的味道 而且它吃起来很有层次感 这味道那一圈彩色的里面 还有金鲅鱼跟芒果粒 黄色的酱还是鱼肉酱 好多东西 下道菜是玉米炖鲍鱼 这个鲍鱼其实很大 估计应该有两三头 下面那个黄色的就是玉米酱 然后上面那个茶色的是鲍鱼干做的酱 就是微苦带着一点茶香 那个肉是真的特别的韧 你们看到里面那个白色的小球 它其实是白萝卜 所以它这个汤其实也是萝卜汤 味道特别鲜 而且也不是很有 我果然很喜欢喝汤 哇 这个菜好好看 青瓜和比目鱼 那个青瓜上面还带了一朵花 花里面包的是肉丸子 你就把它当包子吃就行了 比目鱼因为也是一种生亥鱼 所以肉厚脂肪多 口感很扎实 味道也比较鲜美 它周围那个是章鱼粒 吃起来还QQ的 最后一个主菜是鸭肉 请问这跟法国有什么关系吗 官豆 土豆泥 和牛 空心面 还有胶子 尿爪子 反正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菜 不过那个鸭肉处理的还是挺嫩的 然后那个空心面切开下面 居然还有一坨肉 甜品的第一道是杏子 布丁 冰淇淋 真的有人喜欢吃纯菜吗 不过杏子蜂蜜确实很夏天 接着是一个香蕉烤蛋糕 我特别喜欢这个 香蕉味贼香 喝完最后的茶也是超级满足了 阿基推荐指数8点5分 看玩意儿 我一直有个疑问 喜欢吃法菜的人到底是喜欢他什么 本人因为最近吃的太好 体重又成了上升趋势 所以又怀念起了以前做大冤种的时候 哦不对 是吃法餐的时候 而且法餐还没什么人看 终于又到吃法餐的日子了 今天吃的家庭位于东京的色谷 色谷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在日剧里面经常能看到的地方 天然的乱 当然是乱花剑与名人演的那个乱 它比较像成都的春西路或者太古里 怎么又再说废话了 法国人不讲话 我们开始吧 装修非常有法国氛围感 但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家以可持续为理念在做的餐厅 说白了就装 我们点的还是他们家最贵的道菜 第一道菜造型有点好看 哪个可以吃哪个不能吃五面 不知道 但是我乡中的这个马卡龙 其实还挺好吃 层次分明 外酥底软 下面这个一小杯 像是果冻上面放的两个小虾 它其实就是果冻包裹着芝士 口感非常奇妙 然后是一个法式薄饼上面搭配了一点肉末 和一些草 这种菜一般分量小的尝不出什么味 不过还好这种高级法餐厅 一般还会给你一个比较软的面包 而且这种法棍和面包可以无限加 就是说如果不要脸的话 可以一直把它们家吃到破产 但是这个烤的软面包是真的很好 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酸和酵母的味道 涂上一大坨黄油 比刚才的前菜还好吃 接下来切入正体 就是在法菜店里面摆盘越精致的菜 你越不知道它是什么菜 那非常的可持续 大自然的味道 它这个底下的薄片吃起来像饼干 上面是几片黑松露 还有一个小坨鹰嘴豆泥 旁边的玻璃杯里终于见到了 鲍鱼做的分量就软 然后这一整个小碗 吃起来很像中华海草 就是酸酸甜甜 清爽开胃 然后是家店的招牌菜 长得像鲦鱼烧 但是打开之后别有冬天 里面是一块煎的银色 则又人 饱和度拉满的香煎鹅肝 就是用叉子戳进去 都感觉不到任何力道 牙齿一口咬下去 那个油水瞬间从每个细胞里面爆开 那个绵密的鹅肝 带上一点稍微甜口的酱汁 甚至还吃出了红烧肉的感觉 油脂带来的快感 值得就是这个了 但我还是更喜欢土豆泥配鹅肝 这两个口感绵密的东西 配起来就是一卷 这个黑色的鱼 我怀疑它就是蠢装饰 搭配起来吃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接下来是个很怪的菜 服务员说是要把碟子里面的菜 放到杯子里 就是说一顿操作猛如虎 平分只有2.5 果然装 还是得看法餐 然后这个菜我不敢讲太多 荤蘑菇 它里面那个抄手 怎么说呢 它的瓢超级的厚 可能是法国人对中华料理的误解 下一个菜 服务员说他是美国热狗 但是他到了法国就自动缩小 可能法国人的尺寸和美国人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龙虾断了上来 今天的第一次行动 感觉终于有点 不是只给明媛吃的东西了 其实还挺大一只的 肉质还是很紧实的 好像是和超市的不太一样 其实开始吃饭之前 服务员就已经把火虾 拿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 只是没拍到 它是甜辣的红酒风味 好吃但就是没吃够 最后的主菜是一盘鹿肉 我的最爱 还是那股熟悉的 介于山河心之间的味道 就是那个木头的药材味 那股木头的味道很明显 那个味道真的吃一次就上头 可能是三分熟的样子 特粉嫩 然后中间的部分嚼起来特别细腻 还有旁边焦焦的玉米 非常的大自然 烘烤的玉米 不用啃着吃 感觉好奢华 然后是吃芝士 它会让你先选几种 然后搭配着这个法官片一块吃 就是我有点吃不来 然后就是法刺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 最后的甜品 一般法菜的甜品分为三个菜 第一个豆腐冰淇淋 第二个桃子 第三个就是蛋糕 它们都具甜 好的我们全部吃完了 就是没有吃饱 反正每次吃法餐都没吃饱 我们就当做了个慈善 捡了个肥好了 阿基特建指数 七分 好贵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 就是越贵的一餐 越容易把人吃睡着 今天我们去了这家餐厅 就非常的催眠 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 更多的是服务员 每次上餐都会给你讲解半天 我是来吃饭的哥哥 全菜算完了吗 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 24年 约翰上到6月4 三年 这种餐厅应该是先在网上 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 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 我点的这个是红茶 不要误会 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 叫绿色星清好了 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菠菜泥 非常的无语 一勺菜 我只能说液体蔬菜 快乐的崇拜 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 它是北海道鹿肉汤 特别的鲜 第二个菜是牛舌 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干酱和山药 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 就是吃起来不腻 还比较爽口 基本上是生的 这个菜牛逼 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 剩了两个面包 很硬很干 它是一块金木雕 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 也不是煎的 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 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 表面是很脆的 上面那层皮就跟A4纸一样薄 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 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 上面是鸡蛋泡沫 黄色的是咸奶油 然后里面包的是鹅干 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 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 但是又有奶油鹅干的香味 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 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干 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 上面是一些干野菜 虽然说这个是意餐 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蟹瓜面 感觉有点糊弄的 好好吃啊 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鲜鱼 就六月份吃鲜鱼 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 鱼在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 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 鱼身非常的软 有一种苦涩的香味 味道是高级的 最后的这道主菜 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 北海道农场的路牌 因为它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 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 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 特别装逼 三分手 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 但是味道是那种 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 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 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 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 你梅子酱 特别喜欢这道菜 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 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 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 最后一道甜品 我们就加它红色心情吧 下面是一层红酒果冻 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列子 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 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 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 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 阿基推荐指数 8分 看玩意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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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